6000元普发懒人包,全民普发现金常见QA。 谁能领6000元现金呢? 有以下这五种,连今年年底前出生的新生儿也能领取, 但要注意新生儿的申请截止日期及领取期限。 那么怎么领呢? 有以下五种领收方式,但直接入账跟造册发放有资格限制, 其他三个则只要到对应的地点准备好证件就能领了哦。 需要什么证件? 登记入账及ATM领线只需要准备本人的任意金融机构账户, 接着输入本人身份证字号跟健保卡号即可。 邮局领线则需要携带有照片的健保卡, 如果未领有健保卡才能使用身份证或是居留证。 健保卡卡号在哪里? 健保卡卡号位于健保卡正面左下角红框标示的12码数字。 什么时候才能收到6000元现金? 最快预计4月6日发放, 但要注意不同领取方式发放现金的日期会有差异。 还请关注财政部的正式公告。 我想用登记入账。 如果资料输入错了还能改吗? 如果是身份证跟健保卡号错误会跳出错误通知重新修改即可, 但如果是银行账号输入错则会进入登记完成画面, 届时身份证跟账户对不上则不会入账。 如果要修改银行账户只能等3月28日开放查询登记结果页面, 才可以修改入账账号。 我用ATM或邮局领线还需要去网站登记吗? 不用哦! ATM跟邮局领线只要带证件去指定金融机构ATM跟邮局就可以咯。 我想要ATM领线,任意一家ATM都能领吗? 只有指定13家金融机构ATM才能领取, ATM及台会贴服务识别贴纸, 有贴纸的才是可以领线的ATM哦! 我可以帮家人带领吗? 登记入账及ATM领线需要本人账户才能领取, 只有未满13岁者才能透过父母或监护人其中一人账户领取。 邮局领线则可以委托亲友带为领取, 但要注意受托人除了需要委托人健保卡证本外, 还要准备受托人含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证本。 普发现金会不会列入所得? 根据以后强化经济与社会任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依本条例规定自政府领取之现金, 补贴、补助及其他给予,免纳所得税。 以上就是普发常见的10个问题, 如有其他疑问可以上普发现金官网6000.gov.tw查询, 或是拨打政府专线1988咨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问哦!